我刚才看见你干嘛 还要用口水 你不懂了吧 沾点口水拿这个厨师才抓得紧 大家好 我是小雅来自老窝 大家看了没有 我后面是爱园的生疏了 等十月份 十月底左右 口感就很好 今天我们是回乡下 回来修路的 你要挖啥子 你也太小了 我们的前面就挖 快走 在前面挖 跟他爸爸走 我老公就在那里割草 可以啊你干活 可以吗 可以啊 什么累 干一点点花什么累 好好的说 你干一点点火怎么累 你来帮爸爸不吧 我没有经常看他干活 往前 因为他是很少在家的 往前 好好好 干活的速度还可以啊 加油啊 你路修到哪里了 往前面走 往前面走 平道 好 这么 哇 漂亮 爱园好漂亮 这才是自然成熟的爱园 是吧 对 就等他就一黄 这个很漂亮 颜色太好看了 去看一下啊 我老公修路修到哪里了 哇 好多阿姨他们正在那边包果子 他们都在那里聊天 说笑笑话 看挺热闹的 最近我们这边呢 是包果子的季节 爱园呢先包 然后再包 啪啪肝和那个丑菊 看看阿姨他们一边包一边说笑话 真的太安逸了 这边的话呢 说是安逸得很 对 而且最近的天气也是很舒服的 25度26度左右 是很适合包果子 没有雨 然后这种天气真的太好了 你的裤子好帅啊 这以前穿着裤子 适合穿着干活 啥呀我修的路 看看我过来查供哈 可以可以修的不错 嗯 把这路修一下啊 方便大家走嘛 我们也没有经常在家 所以说这个路上到处都是草 嗯路也不平 现在有时间在家啊 把这个路给弄一下 我觉得最好呢是搞个水泥路 搞水泥路不是我 酸了酸啊 哈哈哈 嗯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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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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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